Hello大家好,我是叶神峰 今天终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群里通知说 学校会退租租费 最近我也看到很多学校都表示会退租租费 像我们研究生租租费一年是1200 他一年应该是按照10个月的 每个月就120块钱 他文件里说租租费是按月或者半月进行退 具体的话也不知道退多少 反正肯定三个月是有的 因为我们是一月份开始放寒假 然后是五月上旬回来的 中间隔了三个月没有住 所以大概能退到360块钱左右吧 之前我就看到有很多大学会退租租费 但是也有一些学校是不会退的 具体的话也是要看学校自己吧 当然有一些省份是明确规定说要求大学退租租费 但是只是部分省有这样的文件 这次的话对于学校会退租租费 我还是很意外的 现在研究生住宿条件确实是不如我本科 我是实话实说的 包括他的设计什么的 而且一来的话我发现就没有空调 空调还是我们自己买的 我本科住的是新建的宿舍楼 然后一年是1000块钱 我大学本科的浴室和厕所是分开的 虽然也是公共的 但是至少厕所和浴室是分开的 现在呢厕所和浴室是在一个房间 所以就对于有洁癖的人来说确实有点难以接受 不过现在已经过了两年了 也只有一年的时间了 其实也还好 现在我们宿舍每天晚上10点要查请 而且查的还是比较准时的 这个跟以前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查请真的没有很大的必要吧 因为学校也出不去 查请的话不管怎么样还是在学校里面 有些人可能会在实验室做实验做得很晚 反正就觉得有些东西还是有点多余吧 嗯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见拜拜